不好意思啊您付的定金啊 我们会双倍付还的 你说什么 我们定好的拼什么退 你们的贵客不就是我们吗 程少爷 我没时间跟你打闲聊 赶紧出去 不然 保安 哄着 你们酒店敢得罪成家 知道什么后果吗 贵客里边请 哇爸爸妈妈好大的酒店 尼龙 你怎么定的这个酒店呀 听说这儿资产低于1亿的 根本就没资格入住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老婆没弄错 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 当然 要隆重一点了 可是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定这么贵的酒店呀 呃 我那个买大黄鱼的朋友 就是这个酒店的老板 你放心 今天啊 肯定花不了多少钱 那就好 你这个朋友还挺厉害的 哟喝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落魄奸巾和穷打鱼的呀 经理 这就是你说的贵宾 这就是你说的贵宾 经理 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了吧 你不知道他们住在一个鸟不拉屎的渔村吗 我看他们呀 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哪有这么消费这么豪华的酒店啊 那既然他们这么说了 经理 再厌厌就是了 呸 这卡一看就是假的 没错 就是假的 谁家黑卡长这样啊 连个花纹都没有 我们的卡上都有图腾 你这个卡上 什么都没有 你弄假卡能不能长点心啊 你个穷打鱼的 你们确定 见过所有样式的黑卡 我们成家好歹也是龙城第一大家族 来往的都是权贵 我们什么样的黑卡没见过 我看未必吧 穷打鱼的 你心虚了吧 这种黑卡 也就糊糊某些眼瞎的人 哦 你是不是真的弄错了 老婆 我说了 有我在谁也不准欺负你们 就连我也不能让你们受委屈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可是黑卡的最低标准是存100亿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还不知道你几斤几辆 哈哈 看到了吧 连成人血都不信 真不要脸 还办假卡 经理 你现在知道你有多眼瞎了吧 还要不赶快给我们道歉 林先生 不好意思 黑卡需要刷机验证 还验什么验 这破卡 一看就是假的 经理 你还是赶紧把他赶出去吧 别再把你的酒店熏脏了 你 你们别太过分 我们就过分 怎么了 是不是假的 验验不就知道了 好啊 可以验 不过 咱们打个赌 如果卡是假的 程映雪 跟我们回程 而你 给我跪下铁鞋 磕头 道歉 任我当爷爷 好啊 如果我赢了 你们就对我老婆的所作所为道歉 你们请我老婆回程家的事 就得三寇九拜 如果我老婆不愿意回去 你们也不能强求 好啊 君豪酒店作证 经理 你就验吧 既然是酒店作证 你们谁敢违约的话 将被永久拉入黑灵灯 林一龙 你是疯了吗 竟然用我做赌注 这就是你说的补偿我跟儿子 不让我们受委屈吗 老婆 你相信我 有我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和儿子 我会用我的方式补偿你们 你们之前所受的委屈 我也会给你们讨回来 林一龙 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你去验一下 是 你们先去那边坐着等着吧 哼 经理 黑卡是真的 不好意思啊 李先生 那您就请 不可能 这卡不可能是真的 林一龙 这卡不会是你偷的吧 有病就赶紧去治 你会偷啊 你偷一个给我看看 现在既然证实了这个卡是真的 你们也该对线组约了吧 这卡绝对是你偷的 不算 不认账是吧 经理 程少爷 您这样言而无信 会被我们酒店拉入黑名单的 也将会成我们酒店的敌人 你自己看着办吧 承宇 咱们家要是被军航酒店拉入黑名单 咱们得损失多少的合作方案 陈宇 你这个蠢货 还不赶紧道歉 陈雪 对不起 陈老夫人 你对应许做的 是不是也欠句道歉 你 陈雪 只要你回程家 我会补偿你的 等等 刚刚的赌约说了 让我老婆回程家 需要三跪就扣 臭打鱼呢 你不要太过分 有什么过分的 我老婆受了那么多委屈 你们一点诚意都不给 难怪我老婆不想回程家 程宇 那有程宇写的印章 你成不了继承人 你就算成了继承人 成事集团也是不会承认你的 你自己看着办 陈雪姐 我之前猪油蒙了心 求你原谅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回程家吧 道歉比草剑 道歉我受伤 但是成家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经理 清场 我不想我老婆和儿子 被打酒 林先生不好意思 我马上请他们走 请吧 陈雪 奶奶还在这呢 你怎么能丢下奶奶不管呢 哼 我老婆 我老婆早不是你们成家人了 没有什么奶奶 陈英雪 贵也贵了 欠也盗了 奶奶还辛苦的接你来回家 你却抛下奶奶自己去潇洒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英雪 你有真的这么无情吗 英龙 我们走 陈先生请你立刻离开 在这呢 我没想到 我老婆 。。。 母亲 妈 已经太久了 老婆 对不起 五年之前是我太混蛋了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没有陪在你身边 让你受了这么多连续 但是你放心 我林一龙 会用这一辈子来补偿你的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和儿子逼你说的 是是是 是我说的 哎 对了 那张黑卡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啊 那张黑卡 是酒店老板放在我这儿的 我就拿来用了 原来是这样 好了老婆 咱赶紧去吃饭吧 嗯 好 老婆 今天天气不错 我出去打点鱼 晚上加餐 嗯 那你早点回来 你记得去接二就放学 好 知道了 走了 你们是谁啊 你们怎么经我家都不打招呼啊 你们不知道四川民宅是犯法的吗 诚哥 嗯 家里怎么有一小娇娘啊 可以跟我们说犯法啊 臭娘们儿 这是老子的地盘 要再不跟我们滚出去 我们就要对你动粗了 你们到底是谁啊 你们赶紧出去 你们再不出去 我喊人了 刚往来我是谁 哟 知道这是谁吗 啊 张氏集团的大少爷 你们这个村啊 早就被我张哥买下来了 现在准备建桃花岛这个旅游区 你们这些下等村民 哎 你给我干了 啊 凭什么让我们搬出去 不搬啊 好啊 那我就砸了你的家 我看看你搬还是不搬 你们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就这么个小渔村啊 还有这么一个漂亮水亮的美人啊 哈哈 你们赶紧出去 你们再不出去我喊人了 叫人 你叫的越大声越兴奋 我看看到底谁来救你 诚哥 嗯 反正这小娘们一个人在家 那放过的多可惜啊 呃 美人 我可是张氏集团的大少爷 你要是跟了我 吃香的喝辣 比你在小渔村强多了 呸 混蛋 赶紧滚 臭娘们 你骂谁是混蛋呢 你现在最好跪下给我俩哥俩求饶 啊 给我哥俩似乎叔叔叔 说不定我张哥能放你嘛 哈哈 哈哈 你们做梦 我就是死 也不会倾诉的 你敬酒不吃吃法酒啊你啊 张哥 别生气 这样 兄弟我去跟你爽门 让你好好这么爽上一爽 哈哈哈哈 我先进爽一下 等我爽完了 让你也藏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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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们 这回没得跑了吧 哈哈哈 你别过了 哎 好好伺候老子 放开我 怎么出事 出事 出事 住手 霓龙 救我 哪来个臭运妇坏老子好事 还想动手 我 趁着我没法活 滚了 你 臭运妇 你给我等着 快走 老婆 老婆 你没事吧 一龙 刚刚那个人说 他是张氏集团的大少爷 他们收购了咱们语村 要赶咱们出去 怎么办呀 你别担心老婆 这事我会搞清楚的 你先回屋里休息 我去把儿子先接回来 你回来 嗯 师尊 我已经查明了 张家少爷张董 为了继承张氏集团 找人恶意 将桃花村 卖出去的土地又买了回来 想要打造桃花岛为景点 他们今天来 就是想要把所有的村民 全部赶出去 这个张的 竟然这么嚣张 不过师尊你不用担心 张氏集团虽然在北城的势力大 可远远抵不过二师妹的豪门寒家 正好二师妹现在已经继承了寒家 成为了总裁 可要二师妹动手 不用 这么点小事 就别麻烦伊丽了 这样 你在暗中保护好你师娘 剩下的交给我 但是别轻易动手暴露身份 有事找我 是 师尊 这个混蛋 我不会轻易放过她的 人我查了 叫林一龙 是个臭马鱼的 但是她的老婆 是北市成家的千金大小姐 五年前 因为未婚先孕被改出成家 才来到了小渔村 成家大小姐 我知道这个事 就那五年前 闹得沸沸扬扬 那个未婚先孕的成家千金 是不是她 人长这么烫 真的可惜了 跟那个臭大鱼的 这个女人我要了 至于那个臭渔夫 就找人走 好大哥 还有啊 找人去村里 把那些村民抓紧给我赶走 不要影响我们的工程进度 好吧 放心吧 长哥 安静 村长 怎么了这是 我们渔村的地啊 原来是张势的 现在突然间要说回去 见什么桃花岛的景点 我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里 现在突然间让我们搬走 我们应该去哪里呢 昨天来赶人的就是他们 对 而且一分钱不给 就马上让人走 哪有这样的道理 太过分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不行 咱们坚决跟他们抗争到底 老婆 怎么了这一大早上的这么生气 昨天那个张绍也太坏了 他竟然想强占桃花渔村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种人 对 这一大早上的这一大早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